来了客观 今天小星和大家一起来看一部 于2013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电影《重创》 掀开白布 一辆汽车映入引连 这是母亲送给了女儿的礼物 左依发动汽车时如同孩童般快乐 第二天 左依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去找男友 左依有些听力障碍 说话也不是很清晰 而且路途遥远 路线也很偏僻 母亲一边用语言一边做手势 表达她的担心 但左依耐心地咬出几个字 我会没事的 她安慰着母亲与她合照 然后正式踏入旅程 男友收到左依发来 已经在路上的消息满脸幸福 精心布置房间等待女友的到来 左依一路边走边拍 将照片分享给男友 温暖的风和须的阳光 一切都那么美好 路边一棵造型奇特的树 吸引了左依的注意 但她发现 后面的草丛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走近后才发现 是一只狼的腐蚀 周围有些荒凉 只有左依一辆车在公路上行驶 在路过一辆房车时 本想问路的她 被房车前摊位上的 印第安手工制品所吸引 她兴起地查看着后 继续赶路 一只熊鹰翱翔在空中 左依准备用手机拍下来 发给男友 却没注意到前方出现的人影 好在没有撞到 左依惊恐未定 立马把车停在路边 只见路中间的那个人 踉跄地往前走了 两步就倒在了地上 而右前方另一个男子 正被皮卡追赶 转眼间就被碾压在车轮下面 左依惊恐至极 但躺在路中间的人怎么办 左依想要扶起他一起逃走 可还是晚了一步 被皮卡车上的人围了起来 男人当着他的面 把被救的人捅死 背心男调侃着 他竟然试图救走一个印第安人 左依害怕地挥舞着小刀 趁他们不注意拔腿就跑 可惜没跑多远 就被背心男用枪打中腿部摔倒在地上 院子里 一个妇人正在看着电视 丝毫不理会木屋中的心裂肺的惨叫声 等左依再次醒来时 已经被铁丝绑在床上 几个男人言语粗俗围在一起折磨着他 一只眼睛从洞中出现 左依祈求地看着他无声地求救 但他却只是看看 左依痛苦不堪 很久没有收到左依消息的男友 在他发来的最后一张照片里 发现他是在新墨西哥州边界失踪的 于是赶紧报了警 夜晚 碎熏熏地被新男来到棚屋里 把酒倒在左依的伤口上 他打开装满头骨的冰箱 向他炫耀 这些全都是祖父杀的印第安人 还拿出一个祖父最得意的作品 一个名叫曼加斯的酋长头骨 他惊痛咒语和巫术 传说还能死而复生 被新男将骷髅头越靠越近 左依越害怕 他就越开心 随后 被新男跑去和自己的弟兄们打牌 并与中芬哥在决定左依的去留时 产生了分歧 中芬哥觉得他留下来会是个麻烦 他的家人会报警 就会找到这里来 但被新男坚决要留他再活一段时间 自己还没完够 两人僵持不下 开始用扑克牌决定到底听谁的 另一边 左依回想起和男友曾经的美好片段 他们曾彼此许诺会永远在一起 爱情就是左依的信仰 他咬紧牙关 调整好呼吸 忍住疼痛 把手慢慢地从铁丝中拽出来 中芬哥扑克牌获胜 他拿着刀来 正好碰见逃出来的左依 左依四肢已被铁丝哥的血肉模糊 腿上还有枪伤 他费劲地爬上一个小山坡 刚看到远处灯火通明的小镇 后面的中芬哥就追了上来 一刀又一刀 生的希望就这样破灭 左依慢慢倒下 屋外那只眼睛正是贝辛兰的弟弟 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吓得浑身发抖 第二天 刺眼的阳光照着大地一片枯黄 男友已经印出了许多寻人骑士 沿途寻找左依 一只狗在满是黄沙的土地上 发现了一只未完全掩埋的手 但在后面的主人赶紧跑过去 他就是在路边卖印第安手工制品的老人 曾与左依有一面之缘 老人赶紧把他挖出来 往他嘴里倒了些水 见他没有任何反应 咒骂了几句 把他带到圣木 用草药包扎好伤口 然后围着他转来转去 嘴里咪喃着印第安图语 当他抬头望向天空 脑海中浮现出左依之前的幸福片段 以及后来所遭受惨绝人寰的折磨与煎熬 看到了被金男炫耀曼加斯投果的画面 突然 左依的身体开始挣扎着漂浮起来 双眼只剩下黑眸 恶狠狠地用恐怖的男生说道 老人见狂赶紧念了一句咒语 把草木洒过去之后 左依立马摔倒在地 找了左依一天的男友 在旅馆里辗转反侧 索性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面男主抱着爱人 痛苦地吻别分离 醒来的左依打亮着四周 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他一拳一拐地来到小镇上 艰难地用公用电话 打通男友的电话 拨通熟悉的电话 含糊地说出男友的名字 电话接通 伤心 害怕 千言万语 在最爱的人面前 汇聚成我还活着 男友心如刀割 努力遏制着泪水 可惜左依却不知道 自己身处何处 男友告诉他 在原地等自己后 立马去找警察 帮忙查找位置 一辆警车就停在不远处 获救的希望重新燃起 左依刚准备走过去求助 可从车里下来的警察 竟然就是在木屋里 折磨自己的人 左依愣在原地 仇恨在心里爆发 在台球厅里 卷发男和九宝 谈论昨天发生的事情 九宝没有丝毫同情 有的只是幸灾乐祸 突然九宝的表情大变 他看见目光凶狠的左依 缓缓走到卷发男的背后 卷发男不以为意地扭过头 左依没有给他反应的机会 眼神坚定 打破酒瓶 划开肚子 和他进行着肠子拔河 一旁被吓傻的九宝和流氓 刚准备拿起武器反击 就被左依直接打倒 查到位置的男友 火速赶来 看到台球厅里 拉了警戒线 以为左依出了什么事 想要冲进去 却被一位警察拦住 警察告诉他 里面刚发生了 极其凶残的杀人案 对左依有些怀疑 但经过男友的阐述 他认为 这不可能是一个 善良的弱女子 会做出来的 这时 一辆皮卡冲了过去 还是那些流氓 他们冲进去 看到了惨死的同伴 气愤不已 而找人心切的男友 没有多想 就直接拿出 左依的寻人启事 询问贝金兰 很显然 他认出了 这是左依的男友 表示并不想多管 当准备离开 竟然听到男友说 在一个小时前 左依曾在这里 给他打过电话 他们愣住了 脸上充满了不可置信 男友从他们的反应中 察觉到 这些人一定见过 自己的女友 他们对左依男友 充满了启事 但男友依旧死缠烂打 这些尊严算不了什么 眼看即将发生争执 好在警察及时出面 把他带走 警察告诉男友 他们今天在公路边 发现了左依的车 男友努力控制情绪 告诉警察 两人本来准备 会合后结婚 他想要给左依买煤钻戒 但左依却只要了煤 刻着直到永远的普通戒指 明明就在同一个地区 却始终找不到彼此 警察决定 将男友带回警局做些调查 第二天到来 左依被刺眼的阳光照醒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仓库内 身边还有一块头皮 突然一阵风吹开了挂着的白布 墙上挂满了武器 一套印第安弓箭映入眼帘 他看到后露出了邪魅的微笑 觉得有些蹊跷的流氓们 来到了当时买左依的地方 只发现了一块腐烂的肉 上面爬满了蛆虫 中分割奸细 自己已经把他杀死了 而且从卷发男被杀死的方式 也可以看出是印第安人的手法 放心不下的背心男 让大胡子回去拿枪 而其他人 负责把左依的所有东西都处理掉 刚拿完枪回来的大胡子 发现车胎被两只印第安人 特有的箭刺破了 感觉情况不妙 赶紧打电话给背心男 却无人接听 只能慌忙的留言 突然他一回头 左依就站在身后 已经拉满弓箭 大胡子还没跑两步 就被射中腿 他疼得趴在地上 不能动盘 左依走近 一箭射在他的屁股上 接着又是一箭 最终弓箭射穿他的脖子 晚上回到仓库的左依 看见镜子里的自己 满是伤痕 大胡子开枪打中的地方 只有弹孔却没有流血 他小声地抽气着 取下和男友的订婚戒指 露出白骨 揭开包裹着伤口的纱布 是已经腐烂的肉 左依找到老人 他告诉左依之所以能复活 都是因为曼加斯 他本想阻止 但是等发现时已经晚了 既然如此 如果想做些什么 就赶紧去做吧 他的肉体是不能永生的 等背心男听到电话留言 找到大胡子时 发现他的尸体已经僵硬了 虽然中分割奸细 不可能是左依 他也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 恼羞成怒的背心男嚷嚷着 要把左依的男友 抓来当幼儿 引出来他 天亮了 一只小狗 不知在舔食着什么 主人走进茶看 竟然是一块头皮 于是报了警 妇人告诉警察 自己放在仓库的弓箭 也随之不见了 警察在地上 发现了一个戒指 刚捡起来 对讲机里有人通知他 发现了被乱箭射死的大胡子 还调查到了 杀死卷发男的凶手 使用过公共电话 上面的指纹和左依的完全匹配 种种证据都在指明 凶手就是左依 汽车旅馆内 男友看着手上的戒指悲痛万分 又在门外的左依 不敢与他见面 在卫生间的玻璃上 留下了一行字 请忘记我 一个身影从窗口飘过 男友以为是左依 赶紧朝门口走去 还没打开本 就被冲进来的背心男打鱼 正在车上 光头男刚打开车门 准备上车 就被后面飞来的剑射中了脖子 是左依 所有人都惊呆了 赶紧开车逃走 左依穷追不舍 在车厢上和中风哥 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无论中风哥怎么用刀扎他 都没有任何反应 开车的背心男 从后睡镜底 看见左依拿起刀 正朝他们走来 猛地踩一下刹车 由于惯性 左依从车上滚了下来 西卡车狠狠地 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背心男长舒一口气 认为左依肯定死了 然而他又爬了起来 背心男害怕极了 赶紧开车离开 躲进了一个工厂里 然后找来了救兵 左依坐在火堆旁 修补着自己的身体 他似乎已经没有了任何痛觉 当他正在发愁 被破坏的弓箭该如何修补时 天空突然暗了下来 乌云密布 身体也失去了控制 一束绿光 从身体里挣脱了出来 形成了一个人影 这就是曼加斯的亡灵 他慢慢爬向左依 用力垂向地面 亡灵消失 一把斧头和匕首漂浮在空中 还有一条用锁骨做成的项链 左依主动接受附身 他从真正意义上选择复仇 与曼加斯亡灵融为一体 工厂里 九宝的父亲 带着武器和军人前来复仇 背心男当着男友的面 向刚来的救兵们 讲述他们如何折磨左依的 忍受不了痛痛的光头男 想要开车逃跑 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背心男准备用枪打死他 可刚瞄准 左依就出现了 他用一把长矛刺住光头男 左依对着前方咆哮着 身后显现出一个巨大的身影 所有的人都懵了 赶紧回到房间里拿起武器 突然屋里的灯 开始忽明忽暗 不停地摇摆 一个铁钩重重地砸向老军人 在外面等候已久的左依 拿斧子狠狠地砸向他的脖子 另一个救兵立马开枪 以为打撞他就可以杀死他了 结果被左依从楼顶直接砸死 另一边 中风哥拿着枪小心翼翼地四处搜寻 在一个拐角处 竟然看到了被开膛破肚的同伴 拉开电闸 灯光照亮了左依 他迅速扔出斧头 砸向中风哥 然后将他拖走 传来阵阵惨叫 听见动心的贝西南 准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一进去就只能看见中风哥 抖动的双腿 他不敢贸然向前 左依走了出来 手握心脏 当着他的面大口地啃了起来 与此同时 警察来到了贝西南的家里 只有弟弟在家 胆小的弟弟把所有的事情 都如实告诉了警察 警察也赶到了这里 喊话让他们赶紧投降 贝西南将他射杀后开车逃走 左依并没有去追 他伸手想要触碰男友 却又缩了回去 从玻璃上男友看到了他现在的样子 女友究竟经历了什么 左依慢慢低下头 不顾男友的挽留 退后离开 男友极力想挣脱身体的束缚 却始终挣脱不了 如同命运般的枷锁 贝西南找到了 唯一会巫术的老人 从他那里得知 唯一能解除这个诅咒的方法就是 将遗体安葬 让亡灵得到安息 贝西南听完 立马开车回家 开门后发现弟弟已经自杀 他取出所有的尸骨 准备埋入坑中 却少了曼加斯的头骨 就在这时 左依出现了 他将曼加斯的头骨放在地上 不信邪的贝西南 拿起电锯向他砍去 尽管武器再强大 也敌不过左依的不死之躯 最终终于倒在了他的斧头下 老人将真相用电话留言告诉了男友 刚回到旅馆的男友听到后立刻赶来 旁边的坑里 传来左依小声的哭泣 只见半个身体的左依将裂死死的扭向一旁 男友慢慢蹲下 用手轻轻的抚摸着他 左依艰难的挤出三个字 帮帮我 男友含着泪水 拿起旁边的汽油 左依用最后的力气 向男友比划出 我爱你 男友满眼泪水回应 我也爱你 把灯泡扔进坑里 砰得一身后 斩起了熊熊烈火 曼加斯和左依的灵魂 一起消失在夜空中 一夜过去 男友询问老人 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老人回应道 现在 他离开了这个残酷的世界 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一个美丽的天堂 本片整体来看 节奏紧凑 血腥场面直接 与我拖进你的坟墓相比 本片在涉及 打破人性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 还多了一些温情 以及巫术色彩 在看到左依和男友 生死离别时 艰难的比出 我爱你的手势后 泪水再也止不住 恶有恶报 但左依却因此永远的离开 他本该拥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好了 小青方向上要打烊了 如果喜欢小青制作的影片 记得帮小青点个赞 拜托拜托 你们的鼓励 是小青坚持不惜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爱你们 M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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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Noon called